你有什么难忘的重逢吗? 秦王宅里寻常见,催酒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第一次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我小的时候呢,觉得落花一定是浪漫的,久别重逢也一定是喜悦的。 但是随着我慢慢长大,随着阅历越来越丰富,才发现里面每一个字都悲哀到了极点。 这一首《江南逢李归年》写于杜甫人生中的最后一年。 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家乡河南,但是因为躲避战乱,不得不在京楚一带辗转漂泊。 行至谭州的时候,偶然路过一家小酒馆,就是在这里遇到了曾经的长安第一乐师李归年。 秦王宅里寻常见,催酒堂前几度闻,杜甫的思绪一下子就被拉回了四十年前的长安。 秦王府邸里,那个滑灯璀璨,歌舞升平的夜晚。 台上是吕归年,在纵情放歌,台下是十五六岁的自己,游走在锦衣滑袍之间,把酒言欢,自洋洋。 谁能想到四十年后再见,竟是两个狼狈潦倒的白头老翁,在这稀稀落落的残花里相遇。 这些年来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自安史之乱起,一路都在逃纳。 杜甫从洛阳到秦州,从秦州到成都,又从成都流落至江南,处处几人篱下,时常徘徊在活不下去的边缘。 而李归年呢,新日离原理众星捧月般的人物,沦落至此,卖畅为生。 他那些原本只属于王宫贵族的天籁之声,如今却成了寻常九四里的一曲悲歌。 可是对于这些,杜甫之字为题,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正是江南好风景,薄花时节又逢君。 读到这儿,你会不会也有一种戛然而止的感觉? 就像是趴在窗边,等待积雪慢慢变后,天空却突然毫无征兆地放了琴。 后来我真正读懂这句诗,是因为台湾作家吴念珍写了一个故事。 讲的是一个事业失败的中年男人跑去开出租,结果呢,好巧不巧,乘客是自己的初恋情人。 女人似乎没有认出他来,上车之后便一边看风景一边打电话。 第一通电话是给国外的家人报平安,第二通电话打给了公司的下属,一如既往的雷厉风行。 第三通电话都打给了闺蜜,聊家常礼短,聊保养护肤,什么开心聊什么。 男人越听,越觉得自愧不如,脸都快要埋进方向盘里。 最后终于到达目的地,他很庆幸自己没被认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后座的女人却突然出声,特别平静地对他说, 我都已经告诉你我的所有近况,告诉你我现在的心情,什么都告诉你了, 可你怎么连一句你好都不肯跟我说。 就是这个故事,让我一下子明白了杜甫当时的心境。 时隔多年又听到李贵年的歌声,那些关于盛唐的遥远记忆便奔涌而来。 他并不是不愿说,而是不愿以这样一个穷困潦倒的身躯去迎接对方记忆里那个仍然十分美好的自己。 所以再看这一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间又逢君。 杜甫遇见的不只是一个叫做李贵年的故人, 而是封存在他们共同记忆里那个雍容鼎盛的大唐。 是那个时候年少的他自己,心里还有梦,眼里还有光。 然而人生行之末年,却离那个梦里的世界越来越遥远。 眼看大好和尚拱手让人,眼看自己活成这般窘困的模样。 现实与理想之间云泥之差,就是这首诗最大的悲哀。 或许想倾诉的越多,反而就越说不出口。 不敢提起过去,因为故国的繁华张扬的梦想, 都已经伴随着那一场梨乱,落花流水纯雀野。 也不敢奢望将来,风竹残年的人,哪还有资格谈将来。 一场战乱,让什么都变了。 这个时刻,只有两位沉默的老人,在树下看漫天花瓣,缩缩飘落。 恍惚之间,一人仰天高歌,一人饮酒复尸,周围的人渐渐聚聋, 他们互相打着招呼,推杯换盏,仿佛一场欢乐的盛演。